大家好,今晚我很高興邀請到我一個partner 專門跟大家分享一下澳洲移民、澳洲生活的資訊 大家都知道剛剛澳洲政府除了宣佈預算案之前的時間 同一時間都宣佈了2022到2023的移民政策 很快就說了,其實也有很多數字上去改動 今晚很高興邀請到Ivan跟大家分享一下 這次的改動其實有哪些政策是有受惠 或者可能申請不同的移民計劃 可能都會需要有一個政策的改變 首先我想問一問Ivan 我們之前所說的GTI都是一個很流行的政策 但是今年好像明顯的有一些改動 不如你可以分享給大家你的看法 其實主要是去年十一月開始 有部分的申請被拒或提供更多資料 其實主要是因為它在標準上有少許改變 那你要知道本來大家香港很多朋友就是做財經的 但是它在財經這一個財經裡面呢 就要加多了一項條件 就是要有在財經技術裡面有關的工作背景 它才要批塵 那如果你純粹完全是沒有Fintech的背景呢 那你要它批核那個情況就比較困難 那這個就是比較重大的改變 那另外的改變呢 就是我們發覺呢 我們有些客人呢 就包括他可能做教育啦 或者是醫療科技上面的呢 他都批核到 那所以其實來講呢 我們相信也都是澳洲政府在那個十個classification裡面 那個分配名額呢可能都有分別了 就會它希望去回不是比較偏重 Financial那方面的工作職位的人 那所以就這樣東西就是有少少在GTI裡面呢 就這個比較改變大的 而至於剛剛最新關於7月1號新開的那個名額配額呢 那GTI那裡好像都減了是不是?Louis 由15,000級到我沒記錯8,000多 是的 那其實主要原因是什麼呢 那首先說回為什麼是7月1號呢 那7月1號呢 其實就是澳洲的財政年度開始 那其實每年都是的了 那第二樣東西呢就是說 因為疫情的關係啦 那變成了很多以前主要在澳洲的work force呢 就離開了澳洲 那又或者他們 我們在澳洲那邊呢就叫做這麼說了 他們搬離了主要的城市 譬如因為pandemic啊 lockdown的關係呢 他們就不在大城市那裡住 就是不在他們工作附近 本身工作附近的地區住 就是包括雪梨啊 包括墨爾本啊 或者包括是其他 就是比較重要的那些城市啦 那就回到我們叫做所謂的鄉下啦 就是越遠一點的地方啦 那所以呢 現在政府澳洲政府剛剛在2月底開始 直到現在 上個禮拜為止啦 取消了所有入口入境的那些疫苗啊 或者在隔離限制啦 那所以呢 他現在需要很多工人 不是所謂工人啦 work force 在大部分的行業啊 包括旅遊業啊 餐飲業啊 生產製造業啊 這樣都缺乏人才 或者缺乏人手 那所以呢 他現在就在7月1號之後呢 就大幅提高了 Skills Worker 或者Sorting Skills Worker 那個Visa的數目 那因為就是沒有人了 那所以他希望呢能夠多一些生產力 可以增加進去澳洲裏面 那所以這一個呢 也是我們香港人可以有優勢 可以得到的一個機會啦 好 謝謝Ivan 那除了這個啦 我也看到一些都未必直接影響啦 就是有些配偶配額也減少了一點點 那之前你所說的 你那時候半年一年啊 就會批到啦 那這次如果改了會不會有機會 真是又要再長了一點呢 應該是會有的 那為什麼呢 其實我相信有個原因呢 就是第一澳洲每年的移民配額呢 16萬其實都沒什麼大變的 那他要增加人去做事 Work force 那他一定要在某些地方減少 那而最簡單的就是家庭團聚這一方面 那因為為什麼呢 家庭團聚他那個 好像剛才的Louis說 他那個申請期是很短的 為什麼呢 因為其實基本上 如果你能夠提供足夠的資料 包括男女朋友也好 未婚妻夫妻也好 真是夫妻也好 那只要你提供足夠的資料呢 基本上呢 他一年之內呢 就一定會批到出來的 那但是有個問題了 那這個問題就是說 當你家庭團聚的時候 究竟他所批進來的人 可不可以提供到足夠的 Work force 給各個國家呢 所以這個就是他 我相信是他考慮的因素 就是說他是會批消了 其實所謂批消了 可能只不過是因為 那個時間會長了 那但是因為其實以前 他去年的時候也增加多了 因為是因為pandemic的關係 那我相信其實批核的問題就是說 就是說你如果是男女朋友 不夠提供一些真是很足夠的資訊給他 那個難度是會增加了的 那而另外一方面呢 就是說我想 另外一個就是那個 我們叫做學生visa 那學生visa方面呢 大家都知道了 澳洲有一個叫做陪讀visa的 那所謂陪讀呢 就是說你的小朋友 大部分是小朋友 就是可能是12歲以下的 那他自己讀書 那澳洲政府認為他不可能照顧自己 那所以呢就批准他一個家長 那這個會是爸爸媽媽 或者是公公婆婆 爺爺媽媽都可以的 那只要是一個成年人 是他的親屬 那他都可以去申請一個visa給他 陪他去照顧他的 那所以這個呢 也都是另外一方面 是可以提供到一個work force給澳洲的 那另外當然了 有一些人現在是最流行的 就是譬如 老公老婆去讀書 或者是你的配偶去讀書 或者你的partner去讀書 那他們都可以申請一個陪讀的 那但是這個呢 就純粹是因為澳洲政府 一個比較人道的立場 就是說你來讀書 我不想你分開個家庭 那所以呢 我就會批准給他們來做 那這個是一個其中 都是一個可以提供work force 工作能力給澳洲政府的一個方法 那但是這個呢 就比較難一點了 因為始終學生簽證呢 申請的時候呢 他們都要求你提供一些資料 就是說 其實你是沒有一個intention 去留在澳洲移民的 我純粹是來讀書的 那所以其實這個呢 都會有一點點 有一個閘在那裡 就是會防止有些人 就是說 好像我們現在想的就是 去讀完兩年書 我就可以留下了 那所以呢 又不是說不行 只不過那個難度 可能會高了這個意思而已 那所以 反而反過來就是 那個配偶 配偶 陪讀簽證呢 就可能會難了 那就是因為 他們不想 就是那些人會覺得 會留在那裡移民 那麽解 那當然這個是他們的表面立場 但是到最終他批不批呢 都是看個人的本身的提供的資料 還有他們讀的那些科目 究竟是不是澳洲會比較吃香的 那這個是其中一個重點 那另外呢 我想很多年輕人都留意到 就是工作假期 重開 那這裡會不會可以幫到香港的年輕人呢 那工作假期重開 絕對是一個好事來的 那因為他也是不夠人 那工作假期的人 也都提供了一個很好的 人力資源給他 那所以 特別是因為工作假期 大家都知道 工作假期那些工呢 會是比較偏遠的地方 那我不會說大部分 不過很多都會是 譬如是 要去一些凍獄廠那裡做刺織啊 或者去一些農場那裡做一些農場的工作啊 譬如 很多人說的 摘士多比利啊 或者是耕種啊 或者是養羊養牛的工作啊 那多數會是這些的 那其實之前呢 他曾經有過 一個政策的 不過這個政策 我記得好像沒有提供 沒有再改過 是說 如果你在這裡申請一個旅遊簽署 Working Waste Working Permit 只要你在這裡 在一個偏遠地區 做一至兩年 一年好像是 就你可以自由選擇去城市打工的 那他就沒有規限的 就不是說你一定要留在一個 你申請過的地方的 那而相信來講呢 以前曾經試過就是說 就算我有Working holiday Working visa 找工作都比較難的 因為那時候 在疫情之前呢 都有很多人在這裡工作 那所以變成 你找的工作呢 就會是 好像剛才我講的 比較可能是一些勞動性的工作 比較可能人工低一點 比較遠一點的地方 那但是現在來說呢 機會就會多了 那可能甚至乎 咖啡店都會請人 那你都可以去做的 那其實有很多咖啡店是請Working holiday的 不過大部分呢 就不是香港人或者亞洲人 大部分可能是美國人 或者是歐洲那邊去那些 Working holiday的人 那這個是一個選擇來的 那為什麼呢 因為如果你真的有個機會 去得到澳洲 而有份工 那你起碼下了地 你可以有一些時間給你 去找一個可以贊助到你的工作的公司 或者工作 那你再申請技術移民呢 你機會就應該 我相信是絕對大過的 你就這樣在香港 去找一份澳洲的工 然後再申請 然後再過去 應該機會會高一點 明白 那剛才你也說過了 工種除了旅遊業等等 其實還有什麼行業 你覺得這個reopen 整個international board 會多一些工種呢 其實根據我所知 其實大部分澳洲大城市裡面 很多工 工種都不夠人的 為什麼呢 好像剛才我講的 因為有部分人呢 在pandemic的期間 因為封城期間 他不想封城 那他就 直接離開了 這些大城市 那回到他的鄉下 可能是他們本身的家 可能是比較遠一點的 內陸的地方 或者是比較小的攤 那都兩年了 那其實他可能找到工作 他不會再回去Sydney 或者Melbourne做事了 那所以基本上 什麼大部分的工作 很多工作呢 其實都需要人的 所以其實不只是說旅遊業 好像剛才我講的 其實如果有 留意有時候都說 餐廳都開不了門 那為什麼餐廳開不了門呢 是因為他不夠 不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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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他根本就沒辦法開門 為什麼呢 他開門做不到生意 他不夠這樣的人的支持 那所以其實不只是旅遊業 旅遊業可能反而會少一點 因為為什麼呢 餐飲業比較會多一點 是本地旅遊就需要很多人 那所以就現在他們需要的人 會多很多 那所以反過來就是 所以很多餐廳開不了門 因為沒有這些人 那反過來很多比較以前 比如剛才我講的 去逃房做的那些 不是逃房的 或者是動用廠做的那些 那那些其實大部分 可能他本身是在聘請工作假期的人 那但是工作假期沒有了兩年了 那他根本做不到這個生產 那當然呢 之前那兩年就根本搜尋求不高了 那但是現在開始要出口了 或者要去別的地方 或者本地銷售多了 那時候他就要多些人上班了 那他唯一就是要請多些工作假期 或者請多些有工作假期的人 或者是可能有做得事的人 那所以就會變成那些人工可能會高了 職位會多了 所以其實整個市面 他都是很需要人 所以其實你看到就是說 在上個禮拜才公佈了一個失業率 那基本上澳洲的失業率 大概最高都好像我所記得就是 平均來說 9、89% 最高是13% 那但是呢 現在上個禮拜我記得失業率是4% 那為什麼呢 是因為根本沒有人做不夠人了 那一天什麼都做啦 什麼人都請啦 是不是 那所以 那個工作人員是需要很多資源在那裡的 那當然啦 為什麼會有只有4%呢 因為始終澳洲 如果政府那個福利比較好 那麼有很多人是根本都不會做事的了 那他譬如是可能有家裡的兒子 就算他有能力可以上班的 但是他都不會上班 因為他可以拿到政府的 我可以叫做綜援 是他的支持 那所以他都可以 就是支撐到他的生活 那所以失業率是怎樣都 是不可能好像香港那樣的 那但是4%呢 差不多已經是另外最低的了 那另外呢 都看到 例如Sigley 他都很多基建了 2024年我看到 收到新聞都說 他那個西鐵 即是地鐵 West Sydney那個Metro 差不多了 那另外 2025就在機場那裡開了 那會不會 就是相關可能 基建的職位都會多了呢 基建的呢 一向都有的 就是譬如我們講的那些 工人也好 工程師也好 管理層也好 那其實GTI 也都有一樣這樣的 classification 他也有一個是關於 基建工程的項目的 那所以如果有些朋友 他是真的 在香港不過比較少 可能因為你起鐵路啊 建碼頭啊那些比較少 但是這個也是他需求的東西來的 那當然呢 有些人就問了 我在香港可能有 電工做開三行 那可不可以呢 這樣的 是的 他們是要求很高的 不過你可能就是說 首先有一樣東西就是 第一 你有沒有他的training 因為他們是需要有 他們的 我們叫做執照 牌照 那要受過他們 在香港來講 叫做VTC 在那邊叫TAFE的 職業訓練的 那如果你沒有受過這些 他們認可的職業訓練呢 你去找這些工是比較難的 那其實是的 他們是需要大量的人工 那所以工人的 那為什麼呢 譬如在這兩年過去之後呢 有一個人說開 為什麼澳洲樓市 或者包括所有全世界很多樓市 就是香港不好說 我只是說外國的地方 那為什麼會有一個 那個樓價會上升的情況呢 有幾個主要大的因素 那第一就是說 因為那些人 好像剛才我講的 他是pandemic 那他不想住一些apartment 或者他不需要在市區 那他就會去一些地方 回到鄉下 或者去一些比較 離開市區一點點的地方 那他就喜歡買樓 因為為什麼你要lock down 那你不想運到apartment 那他就會買一些apartment 買一些house 那就方便他們帶一些地方 可以給他們自己自由活動 那這個是其一 第二就是說 供應少了 那為什麼供應少了呢 供應少了的原因就是 就是第一起樓的少了 那起樓少了的原因就是 包括材料的運輸問題 因為pandemiclock down 所以那些船旗 飛機也好 什麼都好 所有都停散 那所以是沒有材料去起樓 第二就是 人也都lock down慢 那所以其實他們 所以起樓的速度是會慢 而令到那個樓價會上升 那所以澳洲政府也都是很要求 很多這些這樣的勞動 包括建基建建建樓也好 也都希望很多work force 這些人回來 讓他們可以建多些樓 讓樓價可以平穩 讓那些基建 因為在奧州 在西德尼來講 現在有兩個最大的project 就好像阿孫都說了 一個metro 地鐵 一個是基地 那這些都是需要大量的人力的地方 那所以 澳洲也都想快些建好這些新的東西 那不想拖著這些時間 那所以變成在建築工人或者是要求很多的 那但是當然呢 如果香港人想去呢 就不是那麼容易一併一試 那但是來講呢 人工都真的非常之高的 那但是如果香港人想去做這些工作呢 那你香港的牌子是一個重點啦 那但是你都要去澳洲去考考它的牌子 就算你做我們叫做 如果我找到幫你找到一個 你請你一份工作 你想做的話 你做個skills assessment的時候呢 你都會幾難的比較有難度一些 那所以基建絕對是對所有角色人種 不是香港人 都是會是一個機會來的 那你剛才講到牌照 因為我都有朋友都是醫生的 那他都在香港考定過澳洲相關的事 然後才過去可以去執業 那其實還有什麼行業都 好像例如會計師啊 等等你有沒有一些可以在香港考定 然後過去準備呢 其實在香港來講呢 就通常這些專業性的職位就會多一些 就是譬如學生的學術師 其他研究員啦 那但是如果比較低層次一些的工呢 就一定是要在那邊考的了 因為他們會比較相信他自己那邊那個制度 rather than他相信你香港的制度 那當然但是不代表香港制度 或者香港那個牌照 或者香港經驗是不行的 那只不過我是說 當你進去的時候呢 根據我所知 譬如我有看有些人啦 有些朋友 他可能在香港做了二、三十年的 OK 不用二、三十年的 十幾年好像那個人 那他英文也都OK的 那他去到澳洲呢 他就進去 剛才我講的那些TAFE啦 即是成人軍力學校那裡讀啦 那讀完之後考到一個 我們叫四級牌照啦 他通常是一、二、三、四 第四級 那跟著就Diploma 那四級牌照之後呢 其實他都只是做一個 有人請他的 他作為一個叫做Junior的職位 那當然呢 因為你有你本身有香港的背景 有經驗 那所以你可能做三個月或者半年 你已經可以一路升職 一路很快這樣 可以做到一些自己有個project 或者是怎樣的東西 那所以牌照是香港考不到的 不過問題是你可以先做 因為他有些 有些 我又不知道他有些 有些課程呢 是可以網上受課 不過這類型比較少 因為你這些都是要實習多些 那所以都是要去澳洲才讀 那也都有人問過 如果我真的想去澳洲讀這個東西 那學生簽證批不批呢 那其實要看情況了 那有人試過不批 有人試過不批 那什麼都有 那但是如果你問我最基本的就是 首先大家要考上英文試 那個IELTS 因為如果你的IELTS不行 其實基本上呢 他想批你去讀 那個機會都比較微 還有第二件事就是說 剛才我講的 你現在可以拿到學生簽證的話 他一定會問你 你想不想移民 是不會移民的 你一定要說自己不會移民 沒有這個移民概念 基本上他才有考慮你的學生簽證 所以你為什麼去過去讀過這樣的 就是你在申請學生簽證的時候 你要交一份你自寫的文件 那你要告訴他 為什麼你去澳洲讀 所以你要做一些安排給自己 找人幫你做一做這個寫的東西 那你然後才有機會可以去到 然後入到那個科學 讀得到電工也好 木工也好 什麼都好 那然後讀完之後兩年 那你才有機會可以申請到那個 臨時規業簽證 然後才可以再留在那裡找工 或者再轉一個PR的簽證 用Hong Kong Stream 但是這個就可以有一個考慮 但是都要看你基本條件 究竟成不成 就是可不可以的 那因為譬如我知道 昨天有人說過 譬如做廚師一樣 那他就去讀署 讀了兩年 在那個讀署的期間 那需要實習 那學校也都批了去一些餐館實習 那當然他自己做得好 那那個餐館的老闆呢 就在他實習完畢之後 而那個餐館也都有資格去做一個 我們叫做sponsor 那他就請了他 順便幫他sponsor賣 直接做一個skills visa 就不是畢業簽證了 那所以就 看看你當時去到的情況 好不好 那跟我剛才講解一樣 你拿到一個working holiday 去在地去看個情況 就一定是好過 你在香港怎麼找都未必會找得到 在地和方便 好 那我們都講了很多關於移民 那希望大家聽完之後可以 開始做部署 因為7月1號就申請了 那今天都4月2號 那都要一些時間 那另外 我想大家都知道 開分關呢 那些大學生就 回到澳洲了 那我也知道Ivan的女兒都剛剛入大學 那有沒有什麼趣事 可以分享一下 入大學的趣事 我女兒呢就 當然是興奮啦 就是你剛剛入了Uni第一年 是不是 那 因為我女兒都去了幾年了 就是我女兒都比較熟習澳洲的生活 因為她在香港出生 但是她就回去住了 那 那 在澳洲呢 就 我想大學生活呢 就比較輕鬆 包括我自己都在澳洲讀書 那 就 玩的時間比較多 就是 她現在入了U 反而差不多 每個weekend都會出去 跟同學去 喝點東西啊 聊天啊 唱卡卡 吃飯啊 那 那 會是挺自由的 特別是E01 那 那 譬如這樣說呢 她昨天先生剛剛跟我講 她說 我想 E02 原來有交易 那她問我 她說我想回 香港 香港 去香港 去香港 做會不會好啊 那 所以 但是她要在一個 在 她要看一些 subject 考她的分別是多少 那她的 course director 才會批她 究竟她會不會做這個 exchange 那 而這個 exchange 其實都不是說 extra的 是可以是 replace 她現在讀的那些 subject 其中一些 所以都不是特別浪費時間的 那當然呢 我其實就想她去其他地方 可能是新加坡啊 或者什麼 不過就是已經知上早 等她考完個試 等她 course director 先批一下 那這個就會比較是她特別 那 至於其他就是 她 都有很多香港的同學 那也都有很多 local的同學 那所以她都 挺開心 現在都挺開心 暫時都沒有什麼特別 就是一定是好過 讀 high school 那大學 大家都知道 都是二三月開始 那 我也有一些 inquire 就是可能 會想 除了有些 bachelor 也想來讀 master 那其實 master 會不會是一定 好像規定那樣 一定要二月先 還是可能一年 其實有幾個 不同的 intake 那 那要 depend on 根據我所知 那要 depend on 究竟你那個 subject 或者那間 uni 的做法 這個是完全 間間都有一些不同的 在澳洲 二月呢 是一個正常的 intake 那但是呢 不代表 那 應該說 學年是這樣分的 兩個 semester 二月開始 一般是到 六月到七月 那跟著呢 就 放一個 term break 那跟著就 八月再開始 就到十一月 那你說會不會 八月有 intake 呢 是有的 但是 depends on 哪些學校 和哪些 subject 那所以不代表 是一定是二月才開始的 可能是八月那個 intake 都可以的 那還有因為你特別 某些 某些學科 可能是 他offer兩個 semester 那根本 你不會走了 就是不會說我 semester 一只是這一堆 semester 二是這一堆 其實在澳洲很多 在澳洲大學呢 不一定的 他的科目呢 兩個 semester 都會有offer 那變成你的time table 就會要控制很多 那所以不一定的 大家可以試試的 但是當然了 就是說 看一下你那間學校 或者你那個科目 有沒有做這件事 但是我知道是有的 是有法語見識的 那大家都知道了 就是澳洲 剛剛香港就 九個國家就包了 那就 有機會回來 只有七天而已 那不知道會不會 這個都 多了一些人 可能考慮 click的時候 會回來香港 啊 探親啊 那 這個都會一個 好消息 對香港人來說 可能有機會 去多一些地方 那 我所理解 在澳洲 我想現在都 所有事情都回復回 正常啦 compare 大致正常啦 是啊 那但是打針的情況 會不會 跟香港是差不多呢 還是開始打第三針 打針的情況會好很多 上兩個星期 打完第二針的是 95-96% 95-96% 打完第二針 那第三針那個我 就沒有跟進了 因為第三針那個 我就沒有看到 但是第三針 我知道都很多人打了 那所以 因為第三針 都是叫booster 而已 那所以 暫時都是有人打的 但是 他都希望人人都打的 那所以應該 那個數都會升的 但是 最重要就是 因為他打完兩針的時候 都已經去到96了 就是差不多 100% 因為有部分人是根本不會打的 是不能打的 那所以其實 為什麼他開了一個關 就是這個原因 那 那 因為他 跟香港不同 他有幾個選擇 那有阿斯利康啊 有Beyond Tech啊 另外還有Johnson & Johnson 所以 所以 他 不同人打不同的針 的選擇性是高了 那 所以打的時候 是會 人數為什麼這麼快上升 就是這個原因 好 那今天 分享到差不多了 那我們再看看 下次如果再有一些 新的更新 我們再邀請 Ivan來和大家分享 那今晚 謝謝Ivan Thank you 拜拜